然后呢,其实Slido呢,它不一定要下载一个单位 各位如果有,我会想说,在LINE这个通讯软件里面 可以去加别人当作朋友的那样的QR Code 扫描的功能的时候 只要把它对着这个大萤幕 就可以自动的进入这样子一个体温的网页 是不用特别下载软件的 当然,如果你已经下载了软件 或者是你收通的联系到了slido.com的这个网站 也就是slido.com的话 那么,名也可以输入9014 9014,今后不用输入 那不管是你是透过slido这个网站 然后输入9014 一或是扫描这个QR Code 都可以相同的到我们这样子一个提问的界面里面 那在这个提问的界面里面 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你可以为彼此的问题按赞 按赞的数量如果越高 它就会越快地跑到这个画面的顶端 在这个画面顶端的问题呢 我们就会优先首先地来处理来回答 那么最新的问题呢 也会在这个画面的底端来出现 如果觉得说,想要需求发问 特别如果想要以日语发问的话 那我们也有幸福的口译人员 为了要照顾到他们 我现在没讲一个词就要稍微停顿一下 也可以把各位的提问翻译成汉语 让我能够听得懂以及回答 所以呢,我们这一段时间里面 大概就是可能从现在开始是大概有三点嘛 我们是有半小时是不是 左右的一个时间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想法 那以及我个人对于发展的产业 有没有什么建议跟一些期待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因为相信大家知道说 5G在台湾已经开设了 在5G的过程里面 自动驾驶或者是遥述的这一类的车子 这样子你的应用的情境 在5G里面呢,我们叫做 就是它是Must have 它不是good to have 5G绝大部分的应用情境 都可以是放在 你放在一个光纤有的建筑物里头 再加上Wi-Fi 虽然它的成本比较高 好比像说你要在你的生产的工业控制系统里面 加上所谓的万物联网的感测器 你不一定要用5G啊 你也可以用Wi-Fi就做到一样的事情 只是比较贵而已啦 那所以5G在这个东西呢 就是nice的 它不是还不错 有了还不错的一件事情 但是并不是非有不可的事情 但是呢,5G它因为有一个VM值的特性 所以当它实际用一个高速度 在路上开 不管是在公地开的外手 或者是说在公共道路上面运送来的 不管是送货的无人机 还是带来的无人船 等等的这些正在快速 用的实际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当然想必不完全讲的这些场景上面 都不会有光纤的 不太可能说 里面开个车里面 还拿个光纤在后面 这个想都不用想 那所以所谓的车辆对车辆 车辆对一切的这个工具 在两居的VM值特性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亮点的一个项目 当然呢 在这几年里面 我就会发现 社会的接受程度 才是最主要的一个困难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办公室 就是让我看一下 这是我的办公室 它的地址是在 仁安路三端99号 也就是各位如果有去过台队 有一个建国花市 建国花市的其中一边 它的颜色是大安森林公园 那我目前就是住在 大安森林公园的对面 也就是叫做枯叶局的那一棟建筑 跟它共浪的一棟大楼里面 那我对面就是大安森林公园 但是我经过建国 很多人都带着它们的动物 来这边互相这个分享 那甚至呢包含来源他的局处官员的 对因为其实那个捷克的布拉格式的市长 他在这个台湾的时候 就把他的海盗的船员都带来了 这就是一个开玩笑 因为他的答案叫做海盗兰 那所以海盗兰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官员创行的事情 都应该公开给大家来分享 其实我们在线上下载一些 没有授权的电影那时候我们会说 叫做海盗的盗败的行为嘛 那这一位市长他所属的政党 就是他们鼓励区这种盗败行为的政党 叫做海盗党 那他最近也三次来了台湾 那他也很期望我们这种 开放式创新的做法 那除了这些外国的访客 跟附近的居民之外 也有一些朋友会直接带着 他们所训练的 还在训练到一半的自驾车 来我们这一个办公室 来跟我分享 像这个就是 麻省理工学院 他们做出来的那辆自驾车 这辆自驾车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相当于海盗兰的那种迷路 他把他的设计图啊 他的设计的资料啊 他的城市码等等 全部都公开出来 让大家都可以去进行二次的创作 也就是说他把他变成我们现在叫做 开放式创新的一个实践 来去跟在地的这些建国 花式大安森林公园 和这些朋友去问说 现在如果有一些可以自己到处 开个三轮车的话 请问大家对他有怎么样不同的想象呢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询问里面 我们会分成四个角度去问 第二个是叫做Digitization 就是有那些我们本来是必须要透过 面对面搬离的事情 现在可以透过像这样的技术 用远端遥控或自动的方式来管理 那第二个呢是Innovation 就是创新 用那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可以因为有这些新的东西出现而做到的 接下来是Governance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东西的了解 那能不能看到它发生问题的时候 给得出我们一个招待 以及证明出它能够保护 我们社会所重视的一些 包含人权啊 隐私啊等等的价值 以及第四个就是Incursion 就是即将被这些科技所影响的朋友们 能不能在这个中间有个共同创造 并且知道说这件事情 接下来要怎么发生 我们是要科技来配合社会 不是要社会来迎合科技 大概可以分成这四个侧 看起来好像是蓝花 其实我们有看得很清楚的一些小的朋友在啊 那他就问我们说 诶 诚慧啊 你在这边 为什么跟这些购物车在一起 是要办什么购物活动啊 然后我就说这个不是购物车 这个叫自家车 你只要坐上去 告诉他们要去哪里 他就会把你载到那边去 那但是呢 这一对老师傅就说 我们自己已经有车了 我们就算不好停车 我们也可以叫计程车 这个比较慢的三顿车 对我们不太有用啊 但是呢 他们认为说 如果他可以当购物质使用的话 那他们在建国框市里面买花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因为这个花很重 所以他就问说 他可不可以试试看 把他买的那个框栽 放到前面的这个植物栏里面 在这个植物栏里面呢 他的承重到底如何等等 他放下去 发现一下真的是 可以当做购物车来使用啊 所以可见的就是说 我们只要现在一开始去问大家说 这个东西您的想象是什么 而不是急着去告诉他说 这个就是要做这样子的特别的应用 那我们就会听到很多令人出乎意料的做法 而且呢 他们也不是没有看电视上面说 无人车可以组成一个车队啊 所谓的Platuning 那这个呢 他们就说 那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组成一个车队呢 我买了很多花放上去之后 他是不是要后退一步 去召喚另外一辆一样的 就在我的旁边 我就可以从头建国花式 然后接下来可以买一点玉啊 一些艺术品啊什么 我从头到位可以hands free shopping 就是什么都不用做 我就一路板一路往里面放 那这些车子就跟着我走就是了 我根本不是拿它来代步来使用 是把它拿代替购物车这样子的方式来使用 但是呢 我们实际上面在建国花式里面 实际来实验这样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个车子 它虽然有相当不错的环境感知能力 但是它的表白能力是很缺乏的 它前面的那颗红灯到底是什么意思 完全没有人知道 所以当它要融入社会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把它做一个 我们叫co-creation 统统创作的一个设计 好比想说 其实它前面的那两个看起来像眼睛的环形灯 其实完全不是眼睛 它的照相机在别的地方 Lighter也在别的地方 但是那两个眼睛是很有用的 因为第一个它看起来很可爱 旁边的人比较会拍斥 那二方面旁边的人也比较知道说 这些三分车正在跟着谁走路 它可以比较知道说 原来它现在是在怎样的运行模式里面 它还可以眨眼 还可以去传递出它的一个情绪上面的讯号 给旁边的人知道 那这个就叫做co-domestication 互相循化的一个作用 那当然这个实验后来很成功 在我们ARPC的这个协助之下 当然不管是在台北的 新移民工车专用到在夜间的这个 就是无人的马手 或者是其实我昨天才从淡水那边回来 淡水看你那里 因为我的阿嬷外婆我住在那边 外婆我九十几岁咯 那她都很高兴的去打这样子的无人的车子 从她所住的地方到她旁边的一个商场 那因为她很喜欢尝鲜嘛 就是有什么新的东西都会想要去试试看 那所以可见无人车也好 自家车也好 只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跟社会的一次之间相处 去找到社会对于这个东西的伦理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就不会变成了像 洪水洪涉这样子一个概念 因为毕竟这些车子在马上帝国学院的时候 他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的模拟说 如果她在路上一定要挡住某个人 或甚至撞上某个人 如果她速度很慢撞上某个人 如果你要挡住某个人 让另外一个人或的话 你应该比较尊重谁呢 那在日本以及台湾 我们都认为说应该先尊重长辈 也就是年纪大 行动可能比较不方便的朋友 那或者是说她有些 身心方面的疾病 她必须做得移动比较慢的朋友 那接下来可能是怀孕的父母 那最后呢才是小孩子 那也就是刚好老若父母 这样子一个顺序 但是他们在波士顿能力 去做完全一样的调查的时候 却是反过来的顺序 也就是应该要优先尊重小孩子 那老人就随便无所谓了 那可见在每一个地方 有不同的社会常规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很重要的就是 让每一个地方的社会常规 能够在这个独居的时代 去运用一个我们叫做沙河 也就是Sandfox 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告诉大家说 我们目前的法规命令 或许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我想有一个垂直实证验证的 这样一个场域 在这个场域里面 是用演算法 而不是用作用法 或成文的组织法来运作的 但是呢 演算法不能永远去离架作用法 演算法在这个场域里面运作 不管它是无人的残居 或者是金融的创新 或者是随便什么别的事情 它都要在半年一年之后 给出一个交代 那就是社会到底觉得 这是一件好事 还是不是一件好事 有那些很具体的 它想要挑战的 全部都可以挑战 我们的沙河极致里面 它可以挑战的 包含像技术处的自驾车的部分 或者是说像金融会的Fintech的部分 NCC的5G垂直实证的部分 任何一个部会 任何行政规则 你都可以说 我用演算法来做一套更好的 而且如果人民喜欢 我们就必须要听大家的话 把它实践出来 当然如果最后发现人民不喜欢 或者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感谢各位的投资者 帮所有人付了学费 我们每一个人都学到的一点 这就好像很乐投一样 这些是反过来的方向 那总之 在这样子的做法里面呢 整个社会 才能够与时聚集 去跟这些创新者来进行学习 在这个上海里面去达到 彼此互相学习 互相创新的这样子一个方式 所以这次 我们在议题里面 大家也可以知道说 我们几乎在很严重的时候 或是以每一天的单位来迭代 我们每一天里面 大家随时想到一个做的方法 只要与我们的指挥中心 要做的来得好 大家就可以透过 类似沙河的这个模式 然后呢 透过一个很简单的一支电话 或者是一个聊天机器人 他只要打1922 然后告诉我们说 诶 我现在有个想法 虽然石耀熊觉得是离经叛道 但是呢 我跟大家说 你的传统的达桶电锅里面 只要不要放水 他就可以把一个口罩用三次 因为他可以很快加温到110度 然后再很快降温 所以可以杀到零毒 但是不太破坏 口罩的这样子一个结构 那当时是赖泉云教授 告诉了我们这样子一个 非常迷经叛道的一个社会创新 但是呢 我们的石耀熟 也就真正去做了这个实验 发现不但是真的 现在在国际上面的期刊 也说连N95的口罩 都可以用大同电锅 不加水的方式来进行消毒 这个已经是全世界认可的一个方法 那但是这个离经叛道的程度 在当时是相当大的 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沃尔斯社会跟我们一起创新 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哑量 这个哑量就是你行 你来 你行动到你的方法 那我们就来采游民的方法 这个我们的城市中指挥官 他做的是非常好的 每一次有人跟他提出什么 离经叛道的意见 他总是说 你早一点控诉我 或者是说威明交交话 或者是说我们一起来想想 等等 他绝对不会说 我最懂你们都不需要 他应该跟我讲 那这样子的做法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危机 马上的时候 可以每一天每一天的 今天有一个小男生打电话来说 你们只发粉红色的口罩 给我 我不敢再去上学 隔天 他们所有的这些人 都戴上粉红色的口罩 突然之间 小男生便请他搬上 最富有的一个人 因为只有他有 智慧官的那种颜色的口罩 而且智慧官还加码说 他小时候最喜欢粉红包 那所以想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社会的创新 就是靠着不断不断 快速的倾听增幅 倾听增幅 这样子的方式 来一起拼拼这个危机的过去 我想五局未来的各种各样子的发展 应用的情形 也是相同的这样一个期待 有三四四位朋友们想要询问出 这次肺炎各国对应方式大的不同 台湾早先以强化物件管制 以及检疫措施 来抑制境内的疫情发生 防止病毒的扩散 而当然我们大家一起 活用了数位技术 来管理口罩的库存领域 目前也取得良好的成果 但是日本人却选择了 与病毒共存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目前的结果 并然不太知道 那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说 为了恢复世界的经济 负责的数位的领域 会扮演怎么样子的角色呢 以及第二个 如何日本从现状脱离啊 能不能提供一些建议 当然我们跟日本负责 卫生的这个官员们 或者是说他们的智库 或者是说就是官方 掌管的一些官员们 其实从我们智慧中心 跟他们都不断的是有联系 是有定期的联系 是非常紧密的能够做关系 里面如果是任我负责的 数位技术有关的人 我也想常跟他们视频 所以我想在这一方面 我们是非常愿意来协助 那在这里面 有一个蛮关键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要求人民相信政府之前 政府必须非常相信人民 那这一点真的 并不容易做到 那这个事情 台湾在这次疫情里面 如果我们说 我们一起学到一件事情的话 就是这件事情 好比想说 我们在可能一月底 二月圈的时候 当时就已经计算出来了 一个数字的东西 说只要有四分之三的人戴上口罩 那么这个极定的R点的这个值 也就是平均每一个人 传染给几个人的这个值 它就会很小于一 意思就是说 就算有零星的感染 它也绝对不会扩散 这个四分之三的这个数字 我也不是全人名书家 我怎么会知道呢 当然是当时的陈其邁副院长 也就是陈建仁副总统的学生 它就实际拿了一张A4纸 拿个鉴筆 在那边算给我看 也就是说 我们的想法是说 每个人如果了解到 这个传染病学的科学的话 具体到底要怎么样做到 让四分之三的人都戴上口罩 这个就是所有人 都可以其思往运的一件事情 那么大家在每天每天 听了防疫的技巧会之后 对于什么是R值等等 慢慢的也开始有一些概念 更不用说我们的副总统陈建仁老师 自己还录了一个线上的教学 去教他 不只是台湾 全世界里面 传染病学的一些道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传统上 就有句话叫 明可始 有知不可知之 就是说 给命令就对了 不要去检测后面的科学原理 假设我们采取这种方式的话 那台湾的防疫 是不可能成功的 是必须要是 要不大家都了解 后面的科学原理 这样的话 每个人才能自己想出 创新的方法 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 科学的一个原理 这是我常常 跟日本朋友们分享的 具体来讲 我想讲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次 在疫情调查的时候 有一位确诊的个案 他在第一天说 他自己是一个 常常宅在家里 就是不太跟人接触 接触呢 也不会就是面对面接触 等等 很生活单纯的一个朋友 但是到了第二天 他才跟疫调文明说 他其实是在酒店工作的 一个专业的工作者 那这个专业的工作者 他因为专业的操守的关系 他不能够去想 他在第一天不想要去揭露 关于他接触到的相关的事情 也就是他的专业的要求 跟我们公共卫生的要求 起了一个冲突 那这个是当时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的指挥官 在当时是采取了一个 我把它叫做一个 叫做比马龙效应 什么是比马龙效应呢 就是你如果相信人民 人民就会值得相信 他当时完全有法律的授权 可以说这些如果拒绝配合的疫情调查等等 甚至可以弯起来 或者属于高二位的法庭 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可以避免罚 但是他完全都没有这样做 他那天我们在口罩会议上 突然跑来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放下口罩的 就是配送的议题不看 专门先来讨论 就是酒店内容物品的这件事情 我印象很深刻 当时整个官就说 我们还是要期待他们 能够做出非常地争论 他们并不会被我们排除出去 变成好像我们方 国家对于外面的法外程度 相反的 我们要解释出 到底为什么要保持社交的距离 飞魔传染是存在一回事 以及我们实际上要求的这个联络方式 谁现在发生传染的话 要控制着到每一个人 它是叫实言之 而不一定要留下很真实的名字 不一定是实言之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去酒店 我们听了吗 有的时候 大家有取一个不同的名字吗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不会变成是说 好像防疫国家队里面 这些场所 它好像天生就是要破坏社交距离的 我们就怕它 做罪犯一样的来处理 而是说我们去说 让他们来想想 有没有可能同时满足社交距离 跟试炼之间 如果可以 那或许可以开放啊 那但是目前很没有人想出来嘛 所以就是暂时建议大家先不要去 使用最软型 而且完全没有惊罚的加速的方法 也一定程度避免了污名化和加速的现象 所以其实我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建议 就是要非常详细的一份热议 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 好像不到两个月 就已经开始了一些酒店的朋友们 想出戴着帽子 帽子上有塑胶的壳板 所以还是看得到 虽然请不到了 但是还是可以喝酒等等的一些方法 那或者是说 它就是用一张 你写下你的一次性的 工与服卡的 那个SIM卡的手机桶啊 或者一个你申请专门的 这个使用的一个Email的方式 它当常确定联络的到底 那至于说 你的名字要取找某家还是某家 那就是随便的啊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也相信说 过了四个礼拜 这个也会放进碎子 即把它消掉 那在这些烂门复合之后 我们的地方政府也允许了 这些酒店问题重新的开张 所以意思就是说 没有任何人可以开除 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重新 这个不值得于日本 对于全世界的防御团队 我们都是给出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建议啊 那最后就是 关于维护世界经济 我们在数位上面 能够帮助人间世界 当然现在都是所谓的 网路取代马路 但是又为了工作的就是在 网路上面的运输 这个载体啊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两个也许 不一定要完全取代啊 你可以一面在网路上 但是一面也在网路上啊 现在很多人觉得说 他在车子里面的时候 反而是 他最能够放松下来 去在网路上面去 激喜的 隐隐地沈流啊 或者是开一个会议啊 总是比较不容易被打扰啊 那比起来可能只有VR 就是把眼睛完全遮住 的这个情况 还要更专注了 比VR 这个专注程度 差不多的 就是在车子里面的状况 所以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可以看起一个 社会化的VR的空间 里面可以同时做几个人 一起去 在一个可能是 神经的场域里面 或者是 前面的显示器的场域里面 或者每一个人 他还是有一个 扩增实境的一个方式 甚至之前 我有开玩笑说 现在的车子都很安静 当你加速的时候 或旁边那人加速的时候 好像 那种引擎的声音 就听不到 开车的时候 有一种失落感 但是古居的 车辆和车辆同学 就可以用一种 扩增实境的方式 把你旁边那些 很安静的车 加速的时候 在你的车子里面 你自己播放 那种引擎的声音 如果你很喜欢的话 也就是说 OK 每一个人能够克制 自己在路上面的这个体验 同时是在哪里 也是在广路上面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数位化的ICT领域 就可以让每一个人 不管是在移动的当中 或者是一种到的地点 这个时候 有一个一致的 共同在场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们现在 在台湾 当然我们是正常的开学 等等 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国家 虽然他们慢慢解除 就是活动的禁令了 但是学校还是没有办法去的 那这些小孩子 要怎么样子 在他们自己的家里 或者是一些 比较像是卫星办公处的地方 还是有一种 统统在场的感觉呢 这个就是XR 就是扩充实实境的 这样子一个工作 是可以来帮忙的 而5G刚才讲的 除了自家车 遥控车的这个应用式 刚性需求之外 另外一个刚性需求 就是我现在看到了 感受到了 怎么样去让 在一个不同的地方的人 也看到了 也感受到了 甚至在台北的流行音乐中心 可以跟其他的流行音乐中心 在现场 可能一个键盘的那个 其他在一个地方 但是书唱跟本斯在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 他们在同一个地方 可以表演给大家看 在游户的小数 我最近常常就是开一些 国际的会议的时候 因为运用了XR技术 所以我还是看得到各位 但是有一些空的椅子 我带上走 跑出了其他地方的宾客 跑上去跟大家点头 那这样的情况 我们今天叫做阴阳眼 就是可以同时看得到 再想的人 跟不再想的人 那未来 在车子的这个环境里面 怎么样去透过XR的方式 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丰富 我觉得这个也是虚文技术 而且很值得来一起想的事情 因为毕竟既然在车子上 那么忽然没电的情况 大概也是比较很难的 有很多的电力 很多的运算能力 车子上现在很多都有一台很厉害的GPU 能够来的话 去来做一支炒铁 叫做在边缘的计算 不需要传到云端 然后再进行计算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好大家可以一起来想一想的一个场景 有人示范会想要知道说 电动车的发展是未来的趋势 然后各路车场也渐渐在恒下扩展 关于电动车 那虽然在电动机车方面的普及 因为有一个人就是蛮酷的这样子 一个品牌外动 已经有所进步 但是电动汽车的普及 却没有像电动机车一样的明显 而且主要是不觉得硬性比较高 那但是IoT就像刚才讲 万物联网 在未来的电动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所以以他们的角度来说 我们的现成IoT的技术 要怎么样去用在我们的电动车上面 对于台湾的汽车相关成业 以及消费者来讲 是一个比较具有发展性的一件事情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台湾的朋友有一个特色 就是当你跟他说 这个是审理自己的力气 或者是让你这个比较开心的耳朵的时候 他自己其实还是会弄碗 而且他未必会出出一件别的理由 但是如果你告诉他说 你做这件事情 他可以有很好的利益 可以减低肺氧化碳的排放 可以让就是好比想说 我们每天现在夏天都觉得 到底想起来我们会到设施40度 可以让这样子的情况稍微减化一些 或者是说他对这个设备原弱势的族群 也可以有一些点协助和帮助等等的话 这个他不但自己不愿意买 他就算买不起 他也会很愿意推荐别人来 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以他个人的需求为需求 这个R是小于1的 因为他不会推荐给超过一个人 但是如果是公共利益为需求的话 那他就很愿意去推荐给别的人 这个R是大于1了 就可以一传十传半 就是R等于十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我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说 我们每一年都会办总统被黑客送 总统被黑客送 总统被黑客送是这样子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就是我们在全台湾去问 大家有没有一些方式组成资料的协同合作关系 也就是跨经济部门 社会部门 登国部门 各自提出一些资料 然后对他去做一些传统的发想 然后去做一些应用 那在这个应用里面呢 去让各个部门彼此之间 都可以更相信彼此的资料 好比像说 我们现在上面有一部网址 ci.taiwan.gov.tw 就是公共民生互联网 民生公共互联网 他就是好比像说 现在在台湾 我们因为地震的时候 我们现在都可以提前的几秒 就会收到一个细胞简讯 没有收到的都会说 自己是国家级的边缘人 那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台风 会有冰 这些没有台风 假设有台风 然后淹水的话 那你也可以收到一个 他快撤离那个地方 可能有农石野蛙 山洞啊什么之类的警报 那这些呢就是 产观学员各界一起 夹在一起 变成一个资料模式 那这个资料模式去进行预测 那这些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空前盒子 这样子的一个专案 那尤其是 有些中南部的朋友 他们非常关心我们的空气品质 AQR 那所以呢 他们就用不到美金 一百块钱 也在留学台币三千块左右 的这样子一个小盒子 放在自己家里的阳台 或者是自己小学老师的话 当做环境教育课的教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在去年开始 要教小孩子 就不是以前叫做媒体素养 好像他只能看媒体 而是 就是 他不是 就是 媒体试图 抱歉 或是媒体试图 他只能看媒体 而是创造型的媒体素养 因为素养里面有比较被动的 但是有比较主动的 所以说不是只是看 而是叫做创造 那所以媒体试图 是只有看的部分 媒体的创造 然后那个collaborative 互动协议 那个是主动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这种天气预报 那个是适度的素养 但是我们要能够一起创造天气预报 那这个是共同创造的这个素养 后面这个 从我们去年开始 就是我们的十二年国民教育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自发 互动 这样子的一种素养 这样子的素养 也让很多小学的老师 愿意来教小孩怎么样子去做一个 我们叫Data Steward 就是能够好好的去收集资料 解释资料 分享资料 这样子一个 好像上时候 我小时候了的自然课 老师会教大家养一个残宝宝 因为你如果不养过一个残宝宝 他完成自己的生命迷程的话 其实教科的书上 写在座的字 你也是看不懂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如果要教关于资料的 收集 处理 利用 等等的这些 基本概念的话 他自己放一个东西盒子 每天在那边聊 PM2.5的数值 然后分享出去 到一个分散式长篇 这个是最有能力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不只有台湾 全世界的各地 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把我们的这些小学生 我们的这些 关心环保的人 是用搜集到的资料呢 变成他们的环境科学 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而且他们也 让环保学不得不 去配合他们的这个做法 以前呢 他们说有很多地方是进不去 那些地方是什么 是工业区 那但是呢 环保学就发现 工业区 原来的楼灯 那个是公共贩产 所以说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的感受器 放在路灯上 那这样加起来 几万的啦 所以空气的这个模式 到底哪些是移动无然源 哪些是非移动无然源 哪些干脆就是境外的 因为现在我们就有以前 要来的更了解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总统被这个算作 Data Collaborative 的一个例子 因为在后面呢 就有很多朋友们 运用这样子一个 我们叫做AI-CI 就是里面又有AI 来帮忙运算的部分 但是又有群众的智慧 来帮忙搜集的这个部分 这两个一加起来 我们就用只是空气的停止 包含水环境的停止 哪些农地上面有工厂 这些工厂 哪些其实有污染 哪些没有污染等等 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留下它这个透明的一个足迹 那我们的海洋的废弃物 也可以在它飘到岸上之前 就知道它接下来要飘在哪里 而且即使它飘到岸上 也可以用循环经济的方法 让它进入这个循环经济的 产业链等等 那所以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每一次每年 就会选到五个专业的团队 由总统来颁奖 而这个五个团队呢 它是没有奖金的 他们工作了三个月 但是一毛钱奖金都没有 他们只能拿到一个奖座 这个奖座呢就是 因为他们一个 就是团队都必须要选 永续发展的标准 SDGs的某一个 那这个奖座就叫SDGs 长得很像 一个台湾形状的 一个玻璃的一个奖座 但是底下有一个很微型的投影机 你只要只把这个投影机一打开 那就会出现 总统颁奖给你的花名 也就是 在我们这边 这个是叫做神主牌 神号用的 就是说 这个奖座呢 它投影出来就是 总统承诺你 你花三个月做出来 这个新的想法 我们会在接下来 十二个月里面 用一切的方式 不管是要预算 要发挥 要人员等等 让他们变成我们的 公共建设的一个部分 所以 好比像说 从黎岛蓝绿 黑鹰直升机 后送到台湾 发生意外干事 其实跟那个团队 现在促成超过一百多 不同的偏向和离岛 都有三方 事选会 政治质的能力 或者是说 我们当时 高雄气暴的时候 救助车不知道 开到哪里 而且每个人都不知道 真正的状况 是什么都要打电话 然后现在能变成一个 一系列的救护社商 就可以做初步的判断了 等等的这些东西 大概都是 我们从总统 被黑鹰直升之间 找出 data collaborative 大家可以透过资料 来彼此之间 互相相信的方法 然后用这个来讲做 台湾 我们未来 也跟国际分享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 跟这个趋势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刚才提的每一个 都是IOT的技术 那环保署如果 它除了那些路灯之外 因为路灯毕竟不会动 那但是 它数据也很像 它是什么 我也是可以来承计 放在可以自己 跑来跑去的 不管是 无人自家车也好 无人公车也好 或者是反正只要 会动的东西 那它就可以更多 像我知道 这个移动物人 跟这个部分有什么关系 那如果你 推荐你的客户说 你这样太容易 就可以加入这样子一个 不管是 透过IOT来承设 这个路灯 路灯 或者是 有没有什么移动物人 或总之 有公共利益 这些事情的话 那你的客户呢 就算自己一时买不起 也会很愿意 推荐别人来参与 所以就是它的 航导的时候 越有正面的价值 这个IOT 就越会变成 什么 internet of beings 就是大家所有的 智慧联网 而不是只是 thinks 也不是只是物品 去把它联网 叶总经理想要问说 许多的病毒专家 包含 陈建仁副总统 前副总统 都预言说 我们的新冠病名 将在今年的12月 有第二波的攻击 说不定当时 这不是4243.0 可能会变成4243.0 可能会变成4243.0 那在这个时候 就是收回图编了 那么 既口罩地图 口罩事情 是人的 背后全球肯定 争相仿效的 这个政策之外 却是我们口罩地图 2月推出 3月韩国 就上线了 好 那我们是不是已经有更为 境界的因应和复外了 另外 面对全球 汽车产业 公益链 并不合分的境界 再可以绿织 穿紧一下 各位提供客观的 因应对策相关介面 后面的这个部分 应该就是 是改变分享的题目 所以我就不在这边 就是多多讲 尤其是公益链 重塑这个 我刚刚看到至少有 四页在讨论 这个 对 但是前面的部分 我也确实是 可以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很知道 就是 我们在 所谓超级部署的 这个概念里面 我们其实要解决的 大概就是 从实验室的 从医院的 第一线的 尽管工作者 还有最后就是 不要到社区的 有所感染的 那这里面呢 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用法 但是呢 在这边我想特别强调的 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这些做法 都是建立在 刚才所讲 那才了解 后面的原理上面 也就是说 大家越了解 后面的这些原理 我们就越不需要 变成是 好像发生 新的状况的时候 的后面 就必须要 所有人都来听 就是 那这个东西 我们之前没有考虑到 那我们 SOP到底还能用 不能用呢 大家越了解这个 后面的原理 就是 FightCore.edu.tw上面 写的这些东西啊 我们就越能够来 应付病毒的这些突变 所以我们的处理的方式呢 简单来讲 第一个呢 就是物理疫苗啊 就是各位都有带来 我现在一眼看过去 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有带来 表示在我们这边 当爱情效应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边 一定不可能 变成社区传播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因为你SARS 1.0 它就算突变到现在2.0 未来2.0 2.2 2.3 Surface pack 3.0 怎么样 它再怎么样子突变 它还是一个呼吸道成人疾病 所以 嗯 不管 研发出的这些疫苗 对于突变后的SARS 有没有用 我们 联想的物理疫苗 永远都是有用的 它只要在手术上的疾病 口腔就对它有用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刚才讲的 这个四分之三 内容的这件事情 我们是一定要保持住的 那另外一个呢 也是数位可以放上行灯 就是Digital Parenting 数位的隔离的 这样子的方法 不管是居家的建议 或者是我们在防御旅馆里面 这个数位 不是只有大家 在电视上看到的 手机 这个好像关机啊 无关警讯啊 跑到这个 就是自己靠它走啊 然后就很莫名其妙 这个就 就被发现了 等等 其实莫名其妙 都有解释说 我们到底是有什么原理 就是说 这个手机 它最附近的三个基地台之间 都知道 这跟这个手机的选择强弱嘛 所以你只要花三个月 这三个月 就一定有一个焦点嘛 这个焦点就是你手机在你的地方 所以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有14天的时间 让大家能够乖乖的 就是一点 就是有一千块台币嘛 然后能够待在家里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就要花一千倍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是会持续在边境 去进行这样子的防守 那但是呢 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有一个LINE的机器人 叫做抑制神 那这个机器人呢 他不但呢 会陪你这个聊天 回答你关于这个疫情的问题 关系你的 有没有一些症状啊等等 各种的事情 可以帮你去联络 我们专门去进行照顾 精神卫生方面的一些人员 因为对大家来讲 最难熬的那14天 可能到最后几天的时候 确实是县命会不太舒服 那尤其是如果是原住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 透过数位的方式 让住人工作者的这个专业 能够带到这些居家建筑 隔离的温柔员的家里 我们结局做的越多 做的越好 那就越不会在边境上面出现 可以在居家建筑隔离 但是去危机 我们社区人 这样子的方法 所以我想 我们的物理里面啊 我们的数位的这些隔离 这两个就是要持续做好 就不用担心SARS的突变 那我们这两个 如果掉以轻心 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我们可可就会面临 甚至于蛮多的这个情况 所以今天看到 大家真不愿意戴口罩 而且都是要问测 连1.5公尺都没有人 才拿下来 或者是在合照的时候 大家都不要讲话 嘴巴闭着 然后看着前面 就多多说微笑 这样子的情况下 才拿出口罩 这都是真的是非常棒的 所以非常感谢 这下一起把我们的儿子 控制在命一下 那只要那样子的话 其实真的非常不用担心 那有二十九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这次的疫情 台湾从一开始 就朝铁部属 因而有效抑制的感染人数 台湾的防疫措施 可以成为世界模范 特别是预想到口罩户处的危机 而利用IT 让全员能够掌握口罩的护准数 成功预防了它 如果抢购口罩的混乱 可能说预防缩短了 缩短了 缩短了 抢购口罩的混乱 可以说是 活用IT成功解决 社会特地的良好势力 那第一个 无论政治经济或企业 都常常有危机 到底是怎么样预想到危机呢 比起第二个 解决危机的时候 IT可以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 那第一个呢 我们到底是怎么掌握这个危机的 我们怎么知道有这件事情呢 我们靠的是 数位社会创新里面 快速公平乐趣里面的第一个 就是快速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我们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只能看到自己专业看到的东西 但是呢 有些网络上面的平台 好像说 在这个列子里叫PTT 那这个平台上面呢 有推文跟虚文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以你的专业 觉得是有道理的 就会推它 它的这个分数就会增加 你如果以你的专业看它 是没有道理的 那它就可以虚文 那这样子的话 它的分数就会减少 那当然 这个是一般而论 如果有很多人推 偶尔也会有人虚一下 然后说 红明显 就是说 变成一个红色的字 然后 加一个玫瑰P等等 那这些都是网络上面的文化 这些网络上面的文化 就让我们 在李文亮医师 在对他们 奈医院的社区媒体上面 说 华南学部 海鲜市场 确诊了奇力SARS 的这件事情 在隔一天的凌晨 两点二十四分十九秒 就有一位 年轻的医师 这位医师 他看到了之后 他就贴了一个问卦 就是问一问大家 对这件事情 有没有额外的 一些受伤的资讯 想要搜集大家 受伤的资讯 大家一起 还有祭祀网 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受伤 已经有全部的资讯了 就叫保卦 就不会叫问卦 我不知道可以 要怎么翻译 总之 就是说 他的问卦 确实就让大家 开始去集中来讨论 说 到底这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 而还好 还有把它备份 到这个图台上面 因为呢 这些讯息 在PR43年的社区媒体 在当天的烧口 就全球都下架了 也就是说 被写掉了 那所以 李文亮医师 可以说是拯救了台湾人 因为 帮他的这样贴助 在昨天的凌晨 被PTT上面的 这些推文推的时候 那我们的 好比想说 庄仁祥老师啊等等 这些 罗伊军老师啊等等 他们立刻在当天的一大早 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并且写了一封信 去国际卫生处置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但是 他们还没有获得回信的时候 他们就想说 我们不如就把这个当作 SARS 1.0又发生了一次吧 因为在2.0 3.0发生 SARS之后 之后 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 我们都有预期 都有演习 说 要是SARS再来一次的话 我们要怎么办呢 这个是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一套方法 所以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说 到底这个病毒 是不是SARS 跟SARS 1.0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新的特色 但是既然 有完量历史 所贴出来的这些东西 看起来真的 SARS差不多 我们不如就把它SARS好了 那所以 这个就是叫做 超前故事 就是 我们无论如何先开始反应 反应完之后 再按照它实际状况 跟我们反应的模型的不同 立刻每天每天的 来进行修正 那这个 最依赖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言论自由 在台湾 任何人讲任何话 他都有这些言论自由 他不会被 我们的行政体系 只是因为一个故障 或者政委 不喜欢他讲的话 就把它下降 就把它说写下 这些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家都可以放行的 分享这样子的事情 而整个社会 也因此而受理 那所以 当然 我们开始了 这样子一个每天每天 直播的中央地域 指挥中心的时候 我们的强调的 就不是说 哎 那我们最懂的 而是想法的 大家瞧瞧我 同样是一个 问话的一个概念 大家只要有 什么新的想法 马上打1922 然后呢 接下来 您的想法 就会在隔天的 集成会里面出现 那所以 跟大家一起调造 而不是好笑 我最懂的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就是因应为止 最好的一个做法 因为 一定发现 我们一直在征兆的人 所以 他的选择是 他要告诉大家 或者是告诉大家 他如果 告诉大家 他是会变成 防疫的英雄 互国的神尾 那大家看到之后 原来这些人 不但没有被打压 而且是 大家是 把他们当作是 拯救我们的人 那这样子的话 下一个人 就比较愿意去把危机 告诉我们 而如果他 没打压 或者是说 被地方的人 警察去教区 熏齐啊 等等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下一个人 就比较不愿意去跟我们 做分享 那所以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working with this people 不是只是 working people with this people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希望 稍微回答这个问题 那另外 第二个是说 为了解决的问题 那 那IT在问题的危机系统里面 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反正这几年 台湾有一个很大的 啊 IT的一个社群 叫做 gmv 那我们每一个 政府的网站 都是什么 gov.tv gov 就是 政府的意思 那 但是呢 像我们这些网站 join网站 是大家都可以 对于 参律式的预算 对于我们的 执行中的计划 对于我们法规的预告 那或者是 大家自己找五千人来联署 进行讨论的一个网站 超过一半的国民 都曾经来过这个网站 但是 如果民间的朋友觉得 这个网站他不喜欢 或者是说 他觉得有更好的做法 那他不用上街抗密 他只要去加入 gmv 他在浏览期里 much for o 该成名租可以了 然后呢 只要o还成名租 你就从 政府的网站 跑到临时政策的网站 而这个类似 是政府一样的组织 就是大家在集思国里 可以怎么样 自然政策的服务 做得更好 更全面 而且呢 都是抛弃条 去做财善券 同样的也是 开放式的创新 所以当时呢 到底要怎么确认说 大家都能够公平的 来得到合招的这个问题 就是靠 G0影响们的讨论 来解决的 当时有一位叫做 吴张伟的一位朋友 他是一个台南人 他在台南里面 发现说 大家的这个LINE上面啊 都充满了 这边还买得到 这边已经买不到 的讯息 你真的到那边了 反而又买不到 等等 他觉得不舍其凡 所以他就自己 运用Google的地图 做了这样一个方法 每个人都可以像 贴便利贴一样 去把还有没有 等等的讯息 贴在这个上面 而一时时间 新闻就报导了 他就非常非常多的人来用 他持久不算再回来 他就遣了Google 60万公币 那么多的API的使用费 那当然他就必须 把这个网站收起来了 收起来只能 马上到G0E的这个网站 终于你也 G0E.T的 要有去问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不需要 让我再付Google 那么多钱 还有没有人 认识Google的CSR部门 我可不可以来探一下 把这个钱免掉 所以说 在这上面 你好好 因为我也是G0E.T的领导箱 我看到他这个很柔的想法 我在隔天 就把他带给我的 苏贞昌院长 苏贞昌院长 看了他的这个地图 就说 这个很好动啊 就跟老航是一样的嘛 所以如果有一个地方 他没有口罩 那就是G0E.T的 表示他交通顺畅 虽然他可能连你远一点 但有一个地方 如果是要从森 表示他带不到口罩 就像是主车啊 虽然李0G 你也不应该看过去那一边 诶 这个从老旁 这边来的鱼 还真的蛮好用的 所以后来 院长将他讲讲 所有人都懂 那之后 我就去告诉 就是我们健康保 现在这个负责的单位 叫健保署说 大家都有健保卡 这些钥匙就会帮助他 好像处理慢性肤房间那样子 方解好他 然后实际把口罩给他 而且还教导他呢 怎么样子去使用 这样子的一个口罩 而我们即使呢 在每一个卫生所 每一个药局 到底有几片口罩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公布 给所有人知道 而当时 从最初开始的时候 我们本来是要 每天公布一次的 也就是说 只是好像同金资料价 每天卖了多少 但是呢 民间的朋友 也就是说 这样会 我来看一位江明宗 他会说 可不可以 不要每天公布一次 我们可不可以 每一分钟 就公布一次 那我们会说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大部分的人 政府的官僚 都会希望 自己至少先看过 资料再出去嘛 我们如果 立刻就公布 你刷一张卡 马上就公布的话 中间如果出错了 到底谁要负责呢 那但是 后来我就说 没有关系啊 因为没有人看过 所以就没有人学负责 也就是 如果你的资料 一搜集就公布 你反而没有 那个灯灿 不是罪的问题 因为没有灯灿啊 诶 他们尽量就给我 分享一个啊 可能我脑袋不太强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通议说 每三十秒去公布一个 这样子的责量 这就有一个好处 好比像说 现在我们拿健康卡 去要求如果你是大人的话 每两个星期 可以拿到酒片的 加口罩的购买权 那么在你后面排队的人 现在不太需要排队 当时在你后面排队的人 他看到这个故事吧 然后你刷了这个健康卡 之后 他立刻就会觉得说 这个数字应该变四十九 可以过两三分钟之后 在他手机上 不管是LINE的对外机器人 还是地图或者什么 这数字一定就变成四十九 如果这个是一百九十六 它变成一百八十五 那他就知道了 虽然你是大人 但是你是大人的 小孩非常好看 去买了小孩的这个口罩 也就是说 谁也不能够按的干嘛 谁也不能够说 好像是一个系统 就是在运作的过程里面 去让后面的人 看不到这个数字 所以大家就不是盲目的相信政府 而是每一个人都相信 跟自己一起看对的人 可以来确保 这个叫做参与师的说明责任 是整个系统 在让所有人彼此说明 而不是一个官僚 在负担全部的说明责任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当我们真的从 每天生产两百万片 到接近两千万片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 这个生产真的是有进入十面 他的分布也是平均的 甚至有一次分布 看起来是平均 但是有一个鸿海的 之前担任过数据分析的一个朋友 他现在是立法委员叫做高鸿安 他在市区我们会服务长的时候说 用你们的那个地图看 因为只看到一个一个要求 看起来好像是平均的 但是用另外一个社群海花的地图看 那看起来你就发现说 在好像说平洞市区是平均的 各个乡偏远的地方 看起来好像也是平均的 可是其实那个地方的人 因为他要搭车啊 他要自己想办法到最继续 要出销方的时间程的 其实是搭过这个地图上面 看起来的距离的 而他的需求 要这样的意思 其实是不平均的 因为他本身有 资料分析上面的专业嘛 那但是当时 城市中指挥官 完全没有去说 没有我们现在这个 多好多好 完全没有 他说委员典安交通我们嘛 那所以接下来高端文员 就他的这个市区 就变成我们隔天 改进的这个参考 让他很高兴 他隔天在Facebook上 马上提问说 哇 原来昨天吃水 今天就可以改进了 那这件事情就是 我刚才讲的迷马龙效应 就是当所有的资料的分析 给大家看 大家也愿意愿意 相信我们的问题啊 但是只有 但大家不是只有 资料师傅的素养 而且有资料工程的素养的时候 每个人才可以做出不同的 这样子一种趋势 来提醒大家说 在偏向 尤其有些所谓的偏向 在当时高农LF 地图里面 并不是真的偏向 后面像说 新出科学区 也会变成一个偏向 但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那边的人呢 上山就上山很晚 所以他们下班的时候呢 要去做关门了 所以他们怎么样 都搬不到口罩 就是越包干的地方 看起来就越像偏向 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后来就 不得不去跟这些24小时一夜的便利商店 来合作 那让大家可以用手机 就直接预订通照 到附近的便利商店 又或者说 在后面就是可以用你的健保卡 直接在便利商店里 来就是订阅到那一个便利商店去 那当然中间有很多人提出很好的意见 然后便利商店说 订阅一次啊 要因为去哪一次 靠两堂 很麻烦 所以我们就是 柯文哲市长给我们的建议 我们就是说 帮他一拿的时候 就顺顺便分下一次再请就好了 这样子就不用包两堂的团 等于是说 整个台湾 都一起来几次 往远去说 这样子的一条系统 也怎么样子更好 那所以 所谓的Digital 就是所谓数位 在我们汉语里面 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好几位 数位证文 也就是好几个证文 那所有任意来给我意见的人 看看数几位 数百位 数千位 这样子 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更好的讲词 和想法 那这个就是数位 他把不同的立场 综合到共同的加持 这样子的一种 很好的一种功能 有时就有一朋友想要问说 常说 居安思维 人无愿民必有禁忧 而维持观念的层面相当的广 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 无论政治啊 宗教啊 等等都一样 那各有各的立场 我的建议啊 呃 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 各有各的立场 就像刚刚讲的 集思广益嘛 如果大家的立场都一样的话 那大家总是不集思可言了 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一模一样 就是因为大家有不同的立场 所以呢 才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思路 那这个呢 蔡英文总在2016年第一次就之前说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以前 我们想到明初的时候 想要的是不同价值中间的对决 但是呢 从现在开始 我们想到明初的时候 我们要想一下是各种多元价值中间的对抗 从对决到对话 就是我们面对不同的立场的时候 最好的一个出发点 怎么样子从对决到对话呢 其实呢 你只要不断的问两个问题就好了 第一个问题是说 大家有不同的立场 但是有没有不同的价值呢 第二个是说 如果找到了更多的价值 有没有一个创新的方法 拿下这个价值 不要牺牲大家的来的立场 你只要不断不断的问这两个问题 就总是可以共创出一些解决方案来 那么 举例来讲 像当时在2015年的时候 有一个公司 那叫做Uber 这家交司呢非常的有意思 它是主张就是演算法 临架作用法的一家公司 在当年 他认为说 应该跟他的演算法 来派车的这个效率 高过当时机船车 打电话交车这样子的一个效率 或者当然高过 在路上来的机船车的效率 所以他主张说 他的这样子的种做法 应该要取代一点点 现用的机船车的做法 变成最新的一个方式 他开始就去跟职人这样适合作 所以问题能够太大 那但是到2005年的后期 他们就推出了一个新服务 叫做Uber X 这个X可能就是说 没有职业加车的意思 那所以看在这个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意思就是说 比较便宜 为什么呢? 因为是没有职业加车的朋友 理论上是 他在上班的时候 顺路再连一程 那不过当然很快 我们分析数据就发现 很多人会上班到17个地方 顺路再20个人 那这样子到底也没错 不叫他顺路再连一程 这应该就是 其实变成他 根本就是在做机船车的工作了吧 那在这个时候 整个社会 就被这个死灵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 有些人主张 这个叫共享经济啊 这个是网络他死的第一步啊 宏应该要去务力他 另外一边主张说 他连共享的部门都没有 怎么能叫共享经济呢 最多就叫平台经济吧 有些人主张说 这些应该是雇员 要想想搞机船的服务啊 另外一边的主张是说 他应该要成立几层社会等等 有非常非常多种不同的想法 后来呢 我们就运用了一个AI系统 叫做Polices 现在这个Polices 已经是我们中央政府的一个网站 Polices.gov.tw 我们最近才用它来讨论 海洋相关的政策 所以如果大家到 Polices.gov.t 然后有一些先抗示 就可以看到 我们一次开了五个对话 用AI的方式来分析出 大家对于开放海洋期的政策 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Polices有个特色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它是真正画面 就是2015年的时候 我们套路 WorldX的时候 这上面的每一双点呢 都是我的亲朋好友 我在Facebook做推特上面的朋友 也就是说 大家会觉得 跟我立场不同的人 就难以路通 事实上它都是我的亲朋好友 就是我们吃晚餐的时候 还没有到Uber 但是他们的事情 整整整整不一样 所以第一个就是 对方并不是没有名字的 这样子的 网络上的什么网续算 那就是你的朋友 其实立场相对不一样 立场不一样很正常 第二个是说 大家可以分享一些 共同的一些事实 在这些事实上面呢 来分享 这个 它的感受 我们当时在Polices上 每一个人的发言 都必须要 我觉得 这三个四大开头 意思就是说 你的感受 跟我的感受 都一样有道理 没有谁对 也没有谁错 本来这个针对相当的事实 每个人的感受 就会不一样 但是经过三四个星期之后 我们到最后 就会面对面的看一个会 然后呢 用一个论坛的方式 邀请大家去说 哎 大家有些共同感受 我们怎么把这些共同感受 变成我们可行的政策呢 最好的想法 就是照顾到 最多人感受的这个想法 所以当时呢 我们在Polices上面 一进来的时候 就会看到 到底想说 当时我啦 就有一个想法说 不管UberX合法 还是不合法 但是坐在后座的那一个乘客 他这个意外上海鞋 的这个 大宝的这个权益 怎么样都必须要 能够保存 那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或许是同意 那在场应该都会出众 和群人感受到同意 如果你按同意的话 那你的这个小的 男子群群 会离我靠近一点 因为我在这里 那但是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你也肯定会同意 如果按不同意的话 你就会离我稍微远一点 那也就是说 每一次你这样按了 同意不同意 不同意之后 你到最后就会跑到 跟你想法很类似的一群群 那当然你也可以跳过 但是这里面没有什么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的这些按钮 每一次只要你有回复的按钮 那我们看Facebook 只要有回复的按钮 他就专门拿脸 不会打书 他虽然叫脸书 但是呢 拿脸的部分 他不会打书的部分 那也觉得他就会开始炒起来的 那这是一个没有回复的按钮 所以就跟Flydle的一样 你如果觉得 我下一个问题 应该要回答事情 呃 不应该是公钱最高票的 那你应该要搞 可以跟你做 跟别拉票 你攻击他 一定能够没有 所以就是在这样子一种事情 加上去 而不能与此踪迹的空间里面 我们做出了一个pro-social media 而不是anti-social media 是一个亲社会的社交媒体 而不是一个反社会的社交媒体 所以我们每一次 经过这样子的讨论之后 都一定会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也就是一些意识形态 这些部分 可能还是存在 但是我们没有要去理它呢 我们发现 纳税啊 纳保啊 纳管等等这些事情 所有人都是同意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情况 就是民主主义 它实际的情况 就是绝大部分的人 对于一个议题 绝大部分的层面 跟它旁边 绝大部分的邻居 绝大部分的社会 都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 因为这么没有 所谓新闻价值 所以呢 你在很多的 老大宠媒体 主流媒体 或者是社群舞台上面 你看不到 左边的这些想法 你只看到呢 右边的这些想法 感觉上 好像我们是一个 撕裂的社会 但是事实上不行 所以套路像这样子 可视化 Visualization的方法 这个呢 是我们有协助美国 一个叫 Holo Green Canada 的这样子一个 呃 那个城市 他们去问说 大家对这个城市 就是想要改善的 当时 这方面呢 有专门抢掉 科学技术 工程跟数学的层面 应该要加上 艺术的层面 因为就像我们 刚才所说的 如果你就是欣赏的话 那艺术看起来 很工程科学 没有什么 关联是非常远的 但是如果你是 以创造的素援来看的话 那艺术的创造 哎 就跟各位在座的 工程技术上的创造 其实是非常像的 它的创造上 是输入的 所以当你创造的素援 来做 课程设计的时候 就不应该是 Steam 而应该是Steam 当然我个人也认为 他应该加一个 D啦 就是design的部分 但是没有关系 想起来 我不是网络云的市民 那所以 他和一个市民的 共识是说 应该叫Steam教育 变成Steam教育 不管它是 民主当然也好 共和当然也好 不管它 对于 呃这些 就是在美国最撕裂社会的 那些议题 有什么想法 所以很多同意 教育的这一部分 应该要改进 那除了这个议题之外 还有非常非常多 其他的议题嘛 那所以 当然这个市长 他愿意出来 对大家最关心的 而且最有公式的 给出招待的时候 那么他的连任的进步 就增加了 所以只要有一个方法 透过数位的方法 让共同的加持 收集起来 我相信我们的政治人 一定是有那个智慧 去做出一些创新的方法 来同时照顾到 各个各方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 面对的一个方式 那在这边也在 另外再加一个就是说 因为在台湾 我们不是只有这种 比较软性的 类似像民意尿查的 协同合作的方法 我们也有比较硬性的 就是叫做公民投票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一投下去 就有两年的事件 立法又必须要听人民的话 我们在上次公民投票的时候 同时有两个投票的话题 一个话题是说 我们当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 不管他们的性别 要有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题目 问的是说 我们在民法里面 我们的婚姻呢 是双方的家族 也要结合在一起 那么 如果两个人的事件相同 他们的家族 是总要结合在一起的 结果 这两个公民投票出来 这两个是不同的结果 也就是 对于结婚的部分 跟结姻的部分 我也不知道 日本要怎么翻了 那 双方这个有 这个整个社会 截然不同的见解 所以 后来我们的立法手 就用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 我们还叫做 潘儿铁 超连结法案的方法 专门做了一个 给同性结婚 但是不介意的 这样子的物法律 把里面 关于个人权利 任务的地方 都抽连结到 我们的民法里面 但是民法里面 说 双方出现 因亲的关系 可能会出现一个 什么 女婿啊 什么儿序啊 什么样 创造16种不同的 性质称谓 的这样子一个东西 全部都没有 超连结过去 完全不存在这种事情 所以结婚不结衣的 这个创始 就变成是 我们刚刚讲的 可以照顾到不同的立场 而且实践 统统价值 共和价值就是 来要出种婚姻嘛 家庭的价值嘛 的这样子的做法 那这种做法 也让台湾变成 在全亚洲 第一个成功的 让同婚 但是没有同意 通过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国家 那所以我觉得 其实非常棒的 也欢迎 你们的各位参考 好 有24个人 想要问说 请问我每天平均工作几个小时 可以提供我们 如果提升工作效率的方式 都能够 work some instead of my heart 犯好的一个问题 我每天平均工作 五个小时 然后呢 我的工作的时间 大概就是从 半夜十一点 到早上的七点 也就是在睡觉 那我在白天呢 也就是醒来之后 我都不是在工作 我都是在休息 就是好比像说 现在 就是我的休息的一个时间 我跟各位 这样子的互动 我学到 关于这样子的事情 我在这些事情 绝对不会觉得 好像我一定要 先行一个判断 我一定要做出 一个决策 我一定要 什么样的资料 好多发明 完全不明白 我刚刚就是 有跟石老师 借他刚才的情报 来看 那他觉得很压抑 或是说 我平均每一页 只有0.5秒左右的时间 就能够把他的情报 看完了 这个没有什么主要 好像很简单 就是 好像扫描机 名机一样 你留下视觉底下 但是在脑里 不要把它念出来 你在脑里 不念出来的话 什么东西 都可以看得很快的 那但是呢 我在睡前 很快的看完之后 我其实并没有理解 我也没有一个综合的判断 但是这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可以把 刚刚讲的两三方 彼此冲突 对立的 论点 都可以看完 不然的话 你先看看一个 那一个就有锚定效果 你就不免回去 用那一个方向 去看一个 像冲突的那一方 那就会变成 好像变论比赛的时候 谁先像水后奖 会给你想到变论的结果 但是因为 各方的论点 全部看的时候 脑里都没有什么 所以当然也不可能有 心理生情加持的判断 我就是好像那种 大家用过 PP4的扫描重真机 它扫完之后 你只就可以拿走了 要慢慢才在那边 拨电话重新出去 那所以 这个慢慢重新的部分 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所以 一个普通困难的体验 我工作和八小时 醒来 一定就可以交到 共同的价值 用创新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它的利益 那些关系很复杂 有三四方 这个 业数很多 上半夜 那我就要加班 我就要睡到九十小时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非常非常困难的 我有时候要加班到 那接近十个小时 那就是 过劳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拨闹钟 如果拨闹钟 这个 你就会 还没有解决到问题 你就醒来 那这样子的话 脑里的这个 暂存的状况 你现在就被洗掉了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中午午休的时候 还得再加班 两个小时 把那个 没有想法的人 把他醒完 那所以 因为我是靠 学校在工作 醒来的时候 只是 大家 祭祀光益的这个 资料而已 所以呢 我没有 这个问题 因为我 睡觉的时候一定是很努力的 但是我还是不记得的 大家醒来也不会记得嘛 那所以呢 这是最最困难的时候 我是不记得的 但是在白天的时候 相对相对 是比较轻松的一个方法 但在白天的时候 比较困难的事情 是什么 是说我会 对这种事情 觉得太有兴趣 所以说 我就不小心 好像就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 忘记一下的时候 因为我还有一个事情 你要做这个 我从小就有这样子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后来呢 解决方式也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叫做 番茄中工作法 通过Doral Method 那番茄中 很多人默默 跟番茄有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啊 番茄中 其实就是一个 有点在厨房 你要做菜的时候 它是在意大利 它会旋转这个番茄的头嘛 然后呢 你拨25分钟的时间 它就跌打跌打跌打 然后叮咛到的时候 会响亮的一个声音嘛 那是一个很健全的闹钟 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 我的每一个整夜 开始有一个工作 那么 工作到25分的时候 休息5分钟 这5分钟呢 就是来看我工作的成果 或者是 我是不要着迷到这边 我还有些别的事情 要做啊 等等 那但是呢 想看Email 这些事情 我就是用这5分钟在看 也就是说 大家写给我Email 我如果不到休息的时候 就有很多手都没开 所以也因为这样 我的工作 这25分钟的部分 就不会被打断了 我可以很悠哉悠哉的 就是在这25分钟里面 去关键的了解 这个讯息 但是我不会变成事实 说到在中间 突然间休息 就想起来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 25分钟就专注 然后再5分钟的休息 再25分钟的休息 再25分钟的休息 再5分钟的休息 透过这样子的方法 每天醒来的时候 都可以去把自己的时间 做一个良好的一个调度 那在中间 如果你觉得 你诶 你10分钟就已经做完了 剩下15分钟要做什么呢 你就是回头去检视 前面这10分钟发生什么事情 反正对我来讲 醒觉的时间都是休闲嘛 所以就顾到慢一点 也是没有关系的 急凑啊 压力啊 什么 那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的事情 大概是用这种方法 来改做 也不是说 要各位 一定要学习啦 这个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我客人的做法 确实是这样 就是互相判断 然后在梦里 再去做综合的判断 这样子的一种工作 那有一个追问呢 就是说 这个 那我刚才讲的 创新的想法和做法 但是面对保守台 你到底要怎么突破它 以及要说服它 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是说 保守台就是它有它重视的价值 我自己都说 我也是有持守的价值 好比想说 人权的价值 自由民主的价值 这个从 各位的角度来看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要保守住它的价值 不能说是错误 这些持守 是值得持守 所以才持守 不是任何改变 而要改变 所以创新的保守 不是互相互斥的 创新有的时候 需要你用很好的方式 来持守住 你持守的价值 所以 重点倒不是要去 衰逐它 而是要去 欺负它 刚好是想三分 对于我来讲 想很多人 会来刚刚讲到的 我的仁爱瑞三分就是 只有保护这个工作的地方来找我 他肯定有40分钟的时间 前面35分钟 全部都是他在讲 我除了一只茶字 来确保 看得懂他 讲的东西之外 以及 偶尔就是 如果有点 就是讲一讲 有点讲不下去 如果问几个问题之外 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听他来说 听他说 他怎么样子被 数位专心所冲击 他不看见到 此外经济要怎么办 他的来改叠 来碰到的问题 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你要顺利他的方式 不是去给他自己方案 就是去好好的听懂 而且 能够用他的角度 来看这个世界 用他的角度 来去判断说 这个心理趋势 对他会进行什么样的影响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选每一边站 take all the sides 那这个时候 就算他讲了35分钟 最后我只讲了 短短的5分钟 那也就像我现在的回答一样 我今天又没有 特别要跟大家讲什么 我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靠大家的留言 来觉得一定要讲什么 所以我就看到大家 听你讲非常认真 为什么呢 因为特别大家安排在 我知道 现场的很多人 而是有30、40分钟 编出一个体验 大家一起来关注 所以 与其说 开桌子用很威权的方法 一定要对方说一句 你不如就是40分钟 停话 35分钟 都在体验讲话 只有最后5分钟 说 那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现在可以提推你的看法 那这里有一个创新的方法 应该可以更好地达成你的加持 这样子 就算只是短短的一句话 对他来的影响 也绝对为你大事实说服他 要来得很大 所以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子 最后一个问题 我的彩虹口罩在哪里呢 然后我是在一个叫做酷盖的网站上面 酷是很酷的酷盖 大家一定可以欢迎你到今天 在上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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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谢谢 众议们 然后众议们 请联务 为感谢 众议们 今日出席委員会 我们请协定会 众议长一向 这一致正感谢 是指定会 明義的特斯国研修社会 是出席的当联合医生 导臣制的会计刑者 为众议会 同会会是同会的 相反正署 謝謝各位 請多多多多 我們先去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 謝謝休息的休息的休息 休息的休息的休息 請回座 多多多休息的休息 多多多休息的休息 多多休息的休息 我們先稍作休息三十分鐘 四點五十分 再進去下半場的演講 另外我們也在會場外 預備的茶點 請大家前往享用 謝謝 那麼再休息後 三十分鐘後 四十五分鐘後 再次休息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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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多多休息 請多多休息 唐宗委員應公布團團 演講結束之後 就會先行離開會場 若有壓於唐宗委員合照的廠商先進 請利用休息時間 請給大家 請問